相传在每年的月食之际 都会有一个恶魔降临人间 恶魔非常狡猾 他会故意藏进婴儿的体内 等待主人将他召唤出来 而想要召唤他的人 就必须先吃下七位少女的肉 然后再喝下一位清白少女的鲜血 约翰看着古书上的记载非常震惊 因为他就是诞生在那月食之际的孩子 不过身为一名警察 约翰当然不相信这些鬼怪传说 现在他只想逃离这家修道院 这时副院长告诉他 有一个密道可以逃出去 容不得多想 约翰立即跟随副院长进入了密道 可还没走多远 约翰就被人袭击了 等约翰再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木桩上 此时院长和副院长 以及所有神父都汇聚在此 原来从一开始约翰就中了院长的圈套 匿名姓是院长血 目的就是为了把约翰骗尽修道院 院长相信 只要按照补书上的方法 让约翰喝下清白少女的血 他们就能召唤出约翰体内的恶魔 紧接着 手下就将那个之前被驱魔的少女带了出 他们梳起少女的头发 随后便割破了少女的喉咙 只见院长逼迫约翰喝下少女的血 接着便开始虔诚地祈祷 可让院长没想到的是 祈祷了半天恶魔也没有降临 院长顿时慌啊 同时也陷入了极度的沮丧 他准备了这么久 就是等待恶魔降临的这一刻 如今事与院尾 院长的信仰崩塌了 现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副院长见状立即命令所有神父回房休息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见约翰没有了利用价值 于是副院长就将约翰一刀捅死 随后又把他丢进了深井当中 这件事对院长的打击非常大 无能为力的院长只能借酒消愁 可谁知 副院长却趁机用枕头捂死了院长 第二天 副院长谎称院长受不了打击抑郁而死 就这样 副院长成功代替了郑院长的职位 然而就在这时 深井中的约翰突然醒了过来 原来院长的仪式并没有失败 而是缺少了一个条件 只有当人类的邪恶被完全释放时 沉睡的恶魔才会苏醒 而副院长所做的一切恰巧满足了这一条件 只见约翰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异 另一边 副院长正朗读圣经为院长超度 可就在这时 他却突然不受控制地飘了起来 只见副院长整个人瞬间变成了无数只苍蝇 接着苍蝇就汇聚到一起飞入洞中 此刻 神父们终于见到了他们信仰的恶魔 可随着恶魔的一声吼叫 他们静下的转身就跑 然而恶魔并不想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随即就将所有人全都定住 恶魔再次发出吼叫 这时被定住的神父们瞬间就飘了起来 与此同时 修道院外面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黑洞 而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向这个世界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